文化市場它有幾個 第一個是它就去整體 另外一個它絕對不是一個複製的 它不是一個複製的 然後再一個就是它又帶著它 它是一個複製的 然後這個是去的它 有關建築物品剛剛薛老師其實也提到 我在上次的那個會刊 意見裡面其實有提到另外一個就是 1950年代到1960年代 在美元的那個階段 事實上對於台灣的那個基礎人才的培育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那個護理 包括藝學 包括工藝 都是那個年代配合台灣社會發展 很重要的一個歷史的見證 我覺得護理學院 批開它未來的一些在地業 或發展的一些考量 我覺得往前追 我覺得其實對於校方而言 這件事情其實是有價值 其實有意義的 特別是它其實是一個老學校 當然在過程當中 台大進到這個校區裡面 那我會覺得 因為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其實也建議校方 其實對於過去的那個發展的歷史 這個部分其實要特別的重視 那我想這也是校務未來發展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往前走 事實上過去的那個基礎 其實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我覺得往前走的一個基礎 就是過去的那個歷史發展 那這個部分所牽涉到的不只是校油而已 而且是那個校油所代表的各式各樣的能量 那這個部分我在這邊我再補充一次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其他委員有沒有指教 好 謝謝 如果這樣提醒 我們朝前次作業多數委員的這樣的一個指教方向 走股基的認定 大家有沒有反對 股基 是不是 這個文化局也是 目標來執行這樣股基的 是的 那今天這樣可以聽嗎 我看你一半四項的 這個一半有沒有 來 放一下 一半 一半 你請同意指定萬華區國立台北物理健康大學程區部文教大樓為直轄市定古基 名稱國立台北物理健康大學程區部文教大樓種類學校 位置及地址台北市萬華區內鄉間89號 古基齊齊定序土地範圍之面地即11號 古基本體為文教大樓建築本體 建物為萬華區和中段一小段243-4建號 建物總面積4620.53平方公尺 建築物座落土地為萬華區和中段一小段789D號部分 該比土地面積11362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需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本建物為基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為現代主義樣式建築 代表1960年代初現代運動設計師朝下的建築作品 具建築石價值 第二點 本建築比例甚佳 設計特色包括南面之垂直遮陽 以層排空流暢空間及開放樓梯間 且施工勝具水準具保存價值 第三點 符合古基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第二款指定基準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城區部學生宿舍 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入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本案提清文委員審議病醫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分掠這個泥曼內容 大家沒有請教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泥曼內容通過 謝謝 來 繼續 謝謝 21R已經審議完畢 大家有什麼名字? 終於 沒有的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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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